正式踏入7月份以來 發展商推盤步伐有逐步加快的意向 繼啟得新盤以低價推出並取得不續銷程後 其他發展商也加入推盤行列 當中包括位於北部都會區的洪水橋新盤 昨日更上載樓書並計劃於周內正式開架 至於位處港島王竹坑站上蓋新盤 由於該盤已於日前上載樓書 故基本上可隨時出擊 有見近日市況相對慢熱 發展商有意以低價出擊吸引市場注意 率先披露將會採取經起價搶工 意圖力搶各路客源 日前啟得新盤以低價開盤 即時引領大批客源湧出來 由於銷程不俗並且連回家推應時 反映低價開盤奏效 即將推售新盤的發展商也把握近日的市況 順勢加快推盤搶工 其中位處北都洪水橋新盤 亦剛於昨日上載樓書 並表明將於周內正式開架 雖然未有披露有關的開架 為市場則估計有機會以低價推出搶客 至於另一個位處港島王竹坑上蓋新盤 則早於日前以上再樓書 由於該盤主打中型戶 正正就是市場最受追捧的戶型 加上位處市區鐵路上蓋盤 正合乎投資者需求 為近日市況一般 新盤開架有需要低開財可吸引買家注意 稅發展商更事先將洋首批單位將會有驚喜 預期將可吸納用家及投資客市場 大批客員有機會湧出來 甚至乎可再一次推動整體市場的進度 或可掀起新一輪推盤動力 踏入7月份以來 市場氣氛轉趨平穩 新盤繼續成為市場焦點 繼啟得新盤以低價出擊後 其他新盤開架將不會太進取 廖章以低價搶供 即將推售的洪水橋新盤及黃竹坑站上蓋新盤 預期將以低價搶攤 率先引起市場營聚力 提供stopwo 連駅 得 成長 成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